黑色轎车在路口左转 直接撞上带转隔离一部机车 骑士和乘客当场倒地 似乎还卡在轮子底下 轎车撞到机车后不但没下车 只停顿一下就加速往前开 碾过机车压到骑士身体 造成骨折重伤 远警追查将近两个小时 甚至下班后还到周边搜索 总算逮到肇事驾驶 搜索远警是在两点下班的时候 因为秉持着认真负责的积极的态度 所以他两点下班以后又去附近找 发现这部造势的车辆 大批远警围在路旁 对穿黑色衣服的造势驾驶盘查 而站在驾驶旁 这名穿着红色外套的 就是立功逮到造势驾驶的下班远警 原来当时这名驾驶 在台南京华路三段 擦撞带转的机车造逃之后 就把车停到路边 躲在车上睡觉 但他的车牌早就被路边的摊贩记下 告诉警方 远警发现车辆后 立刻寻求支援 当场抓人 酒测只是0.62 是表示都没有印象 所以我撞到的 被车车撞上的女骑士 送医发现骨折 需要开刀治疗当中 但男子酒驾开车撞机车造逃 还躲在路旁睡觉 还好有远警下班后 切而不舍追人 将可恶的酒驾造逃嫌犯 甚至以法 记者赖管张 陈焦虎谈谈报道